看到黄色的小光点不停闪烁 就知道每年最佳的闪瓶季节有到了 每年的三月向旬到五月底左右 是萤火虫出没的时间 全台各地都许多闪瓶活动 台中市今年主打新色的抽层坑休闲农业区 规划出一系列的特色行程 非常好的水源才会有萤火虫 而新色区抽层坑休闲农业区 就拥有好山好水好环境 所以说有非常多的萤火虫 就是新色的好怎么样把它平均摊开来 花海两百多万人 平常香菇节要不要办 紫斑碟节要不要办 赏营区 也要推广到希望每隔三个月一个大火 市府指出抽层坑虽然是新兴的休闲农业区 但园区里已经有白冷净纪念公园 以及景观餐厅和为数众多的特色民宿 因此这次的活动将所有资源共同串联 又当立业者带领游客进行导览 实地感受萤火虫的风采 大家可以在乌制高铁站 可以在台中火车站 可以在公园火车站上车 一个人只要990元 就有非常好的一个农村体验之旅 所以说到了以后 我们会有我们的社区发展的协会的理事长 就是我们的周理事长李军来跟各位做导览 即使台中可以赏萤火虫的地点也不少 除了新社之外 在东市的卵皮坑 以及东市林场和大雪山社区 从4月中旬开始一直到5月中 也有许多萤火虫可以欣赏 民众不妨利用这段时间全家人走一趟 体验难得的生态之旅 记者红加红 等着吃了